原标题 原天刚对县位说 你见观之在乡 年近九十去世 结果自自应验关于原天刚的事迹 相比许多人都很熟悉 有人认为原天刚是被神化了 世间不可能有这样几近于神的人存在 但既然原天刚能得到皇帝的赏识 肯定是有他的过人之处 贞贯初年 原天刚途径沉仓 得知好友流人鬼在此坐县位 就前来探望 两人把酒连关 流人鬼就让原天刚为补上一挂 看啥时候能升官 既然好哥们提出要求 原天刚自然不会拒绝 否则就显得太不仗义了 他放下手中的酒杯 目不转心地观察了好大仪会 然后大笑着说道 从你的面相来看 乃大富大贵之人 虽然会遇到坎坷和挫折 但最终将官之在下 而且你很长寿 年近九十才会去世 尽管流人鬼了解原天刚的能力 但对他的话也有点半信半疑 毕竟听起来遥不可及 一晃多年过去了 此时原天刚已经驾鹤西游 而流人鬼仅仅被提拔为宪令 这与感相差了不止一点半点 按照这种升迁速度 哪怕是能活到九十岁 顶多官居无品 甚至觉得当年元凶是忽悠他的 唐高东继位后 流人鬼时来运转 很快当上青州刺史 在百计设立雄金都督服后 皇帝又让他去做都督 顺便还兼做方舟刺史 机会永远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 流人鬼早就看出百计会闹妖娥子 果然不出他所料 百计王连和窝国一起进攻新罗 新罗当时是唐朝的附属国 一看小弟有难 大唐岂能做事不管 于是唐高东就增派了军队 要好好教训一下百计和窝国 让他们知道得罪大唐的下场 有了皇帝的支持 流人鬼无所畏惧 带领唐军在白江口与敌军展开激战 最终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并且几乎全歼勃军 这就是历史上不明的白江口之战 从此之后被打怕的日本就向大唐俯首称臣 就算给他们十个胆也不敢再与大唐为敌 流人鬼一战成名 为了防止出现其他不可预料的事情 唐高东就让他暂时留阵百计 一段时间后皇帝下旨让他回来 不仅给他升了官 还再次给他京城的一处好宅 唐高东在泰山封膳时 流人鬼把新罗 百计 窝国的王都带来了 让他们一起参加此次封膳大典 此事让高宗龙年大悦 觉得流人鬼会办事 立马着生他为大司县兼之正事 并于公元672年 晋升为初任任通中书门下三品 尚书左仆叶 成为名副七十的在相 唐高东驾崩后 皇后武则天掌控了朝廷大权 满朝文武敢怒不敢言 而性格耿直的流人鬼 却无险的一封奏折 陈述西汉吕后乱政的事情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这是他在讽见武则天 同脑都为他捏了把汗 令人意外的是 武则天非但没有怪罪流人鬼 反而将他比作汉象萧和 公元685年 流人鬼病逝于家中 十年八十六岁 与袁天刚 当年预言的年近九十没啥差别 武则天伤心不已 不仅为他绰招三世 还下旨让文武大臣前去调计 并自他陪葬前陵的待遇 纵观流人鬼的一生 早年默默无闻 白江口之战 让他轻史留名 武则天曾称赞他 宫中真之操 忠实不渝 敬之之风 古今寒笔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